接下来我们学习3.4节海数的返回值 同学们应该知道 我们写了一个海数之后呢 海数一定要起作用 不能完成输入输入工作之后呢 就要结束了 比如如图所示呢 实现了sub相当于两个值相解的功能 定义了一个变量x是硬特类型的 一个变量y也是硬特类型的 那么最终我想返回x节外的值 那么此时就得需要通过返回值来进行接收 如何接收呢 如图所示 我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来接收海数的返回值即可 复制运算的右侧呢 调用了sub海数 sub海数执行完毕后 会将10和1相解的值呢 复给变量value 所以最终value的值就等于9 接下来通过一个爱例来掩饰 海数返回值的用法 如下图所示 如图 第一行包海同文件斯坦的IO.h 第二到五行定义了一个海数 名为sub 揣迪了两个int类型的值 x和y 最终返回x节外的值 返回值类型为int 在主海数里面 调用sub海数 最终定义一个变量value来接收其值 那么最终就可以得到其结果 通过流程图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在我们的主海数当中 调用了sub海数之后 运行到sub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将10-1的值 揣递给我们的value 所以大家注意 xy相当于是行餐 最终返回的值 会揣递给我们的食餐 这就是海数的返回值 最终被value接收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printf来进行打印即可 感谢观看